县议员郑宝秀针对军方噪音回馈金的问题提出建言 而他也持续为乡亲争取与台东回馈金一样的金额来实质回馈箱里 另外针对雅泥用铁路运送水泥 都是在早上5点还有晚上11点经过嘉兴村 而车子的煞车声噪音影响到了村民的生活品质 也请县府能够加以反应改善 幸运郑宝秀表示军方站的新铁箱三分折的空间噪音回馈又比台东少了1万 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公平 另外针对雅泥公司运输水泥 经过嘉兴村的时候刹车相当的大 影响到村民的生活品质 后来我问了我们台东那边他们是很早他们就上万了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民航站的4万5 那对我们新铁箱真的非常不公平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应该为我们新铁箱再继续发声 因为比例原则要对 那如果说你没有追溯 我认为应该要追溯 不追溯的话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先有住户才有这个机场来 那不能所有的那个一级照应区 那因为那个机场是在我们新铁箱 不管是四川连队五连队都是在我们新铁箱 因为我们新铁箱面积2194公顷 但是我们有615公顷是被金湾占用 将近四分之一强的这个土地是被金湾占用 本席认为这个照应防治费比例原则应该要对 那如果说那么的坚持说怕别人会讲啊别的区域啊 譬如说集安收盟会讲说啊那那也不行啊不能追溯啊 但是那边是一级二级我们这边是三级 比例原则要对不然可以把这个机场迁到别的地方去啊 我们新铁箱不要啊因为我们有限高限界 我们地方不能繁荣啊 如果可以迁走的话我们乐观机场一毛钱都不要 到港口这段铁路的这个运载24小时都没有限制时间吗 希望能够营营的单位啊 不要剥夺原住的生活品质啊 尤其在嘉兴村嘉南一街旁边的住 刚好是在往港口路线的这个爬坡点 这个爬坡率加上重力啊 照应很大居民都无法安宁啊 那因为当时这一段路原本没有加那个围墙 当时他们的居民也有去卧轨啦 后来才加了围墙 因为那个闪床水泥车或是沙子都会掉到他们的屋顶上 他们也是不甘其扰 那现在虽然加装但是这个这个重量 他们每天24小时没有电视的也是五六点就就这样子开啊 我是希望铁路局跟营利单位能够审慎评估跟重视 不要只有短视尽力啦 没有那个这个民众的感受 他们的生活品质我希望能够有所提升啊 希望那个铁路局跟营利单位能够来重视这一点啊 现任郑宝秀表示他会持续监督这项提案 希望政府能够协助地方来处理 共同来为新修地区的乡亲权益来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